行政長官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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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居住、工作、休閒和生活不可缺少的條件 亦都是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條件 特區政府會繼續多管齊下增加土地供應 包括大力推動新界東北新市鎮計劃 及其他中長期土地開闢的計劃 我們要向年青的一代負責 我們就必須迎攔而上 敢於推動一些有爭議 但又必須的中長期土地開發計劃 另一方面政府推出的一系列需求管理 俗稱雙辣椒的措施已穩定樓市 維持市場的健康發展已經初見成效 樓價及租金在過去一年漸見穩定 其中買家印花稅已經在2月22日獲立法會通過 而雙配印花稅將會在7月9日提交立法會恢復異讀 有關法案如果能夠早日獲得通過 將可以進一步排除樓市的不明朗因素 近期政府招標買地 吸引了更多的新地產商落標 講明地產商之間在買地時的競爭有所增加 日後地產商在賣樓的時候的競爭也都會有所增加 這些都是地產市場長期健康發展的良好勢頭 本屆政府十分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和成長 因為我們社會的質素取決於我們人的質素 而人的質素就取決於教育的質素 因此我可以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措施 包括推行新獎學金計劃、推行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 針對人力需求因此的行業以先導形式 推行職業教育和就業支援計劃等等 我們已經將有關措施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議 一國兩制以及相連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是史無前例的構想 並沒有國際先例 十七年來香港能夠成功落實一國兩制 有效維持了香港原有的社會制度 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 妥善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難題 是因為一國兩制的方針能夠從香港的實際出發 在政改問題上 成功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 是中央、特區政府及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 我呼籲大家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從實際出發 在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 及決定的基礎上 凝聚最大共識 讓香港500多萬及資格選民 可以在2017年以人一票方式 選出下任的行政長官 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符合基本法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 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基礎 在1990年頒布之前 就政制及普選等問題 在香港經歷了五年的廣泛及深入的資訊 最後制定出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以及整體及長遠利益的政制發展目標及原則 特區政府會繼續以開明的態度 聆聽社會上不同意見 包括前日遊行的市民的意見 特區政府尊重市民 依法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及權利 同時亦都期望社會上持不同意見的人士 能夠共同維護香港良好的治安紀錄 和社會秩序 不以擾亂或其他犯法行為表達訴求 而警方亦都會繼續以果斷、專業和克制的態度執法 主席各位議員、各位香港市民 擺在香港面前的既有挑戰、亦都有機遇 香港既有困難、亦都有解決困難的力量 我們要實事求是 既要知道難處、亦都不要埋沒優勢 如果香港沒有優勢、沒有機遇、沒有力量 香港不可能有今天的經濟成長 全民就業、工資增加 以及政府財政略有盈餘的局面 我們面前的挑戰 不論是政改 或者新界、東北、新市鎮的發展計劃 都是發展中的問題 發展中碰到的問題 只有靠發展本身去解決 因此我們不應該停滯不前 而解決問題 無論是經濟、民生、社會環保 以至政制問題 必須從實際出發 我和我的團隊 將會繼續努力服務市民 以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為重 讓香港的機遇成為現實 讓香港的優勢和力量得以發揮 多謝主席 多謝